然後先按開機鍵 然後開機 開機完之後 按一下開按一下關閉 先把飛機偷上電 然後 進入軟件 然後選擇點擊設備 H12確定 點擊執行作業的介面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 GPS的狀態 然後電壓星數 飛行的模式 噴灑大小 訪地的開關 以及噴地的高度 這邊有 螢幕 然後我們可以點擊一下 切換 開燈 關燈 點擊一下切換 然後這邊呢 飛行模式 手動作業模式 A B點的話 需要飛機起飛才能 才會識別出來 然後 可以通過看通道的設置 這邊是返航 然後這是水泵 這邊是A B點 A點 B點 然後現在把屏幕 像之前飛過的一個地方 還有A B點的存在的話 就快速切換A B點 A B點已經得到 A B點 B點開啟 B點關閉 這邊就是房地的也開啟關閉